大家好,我是小黑 上次逛大集,咱们买了面条鱼 两斤面条鱼 你们知道什么叫面条鱼吗? 很贵的,55一斤 面条鱼是属于渤海湾这边特有的一种海鲜 它就在经浙的时候,是最肥美的时候 面条鱼是无鳞无骨无刺 而且因为面条鱼的营养价值极高 它被称为鱼中人参 那是号称渤海湾第一鲜 这种白色大肚子的就是母的 它的肚子里全是鱼籽 咱把它给切给大家看一眼 哇,看到了吗? 全是紫 晶莹剔透的鱼籽 这种细长的,而且头部有点发红的 这种是公的 它的肚子里就没有紫了 因为这面条鱼季节性特别强 所以它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要是想吃面条鱼的朋友 你可得抓紧了 我估计最晚,应该到三月底 这面条鱼就没有了 就算有,它们把这个紫甩完之后 也就不鲜美了,不肥了 我是花了一百整 买了不到二斤的面条鱼 这个鱼这么贵 咱你好好琢磨 今天我给你来个一鱼双吃 这鱼咱首先得洗一洗 但是大家要注意 因为这面条鱼是特别特别的嫩 所以洗的时候一定要慢 轻柔一点 看看这大肚子 肚子里全是紫 第一种咱们来个面条鱼煎鸡蛋 放点盐 来点白胡椒粉 少来一点料酒 我用的是黄酒 简单的给它腌制一下 咱们打四个鸡蛋 也放一点盐 把底口调好 再放点小葱花 看看我的小手法 把打好的鸡蛋倒进去 拿筷子轻微的搅动 别把这鱼搅碎了 如果把肚子里的籽都搅出来 那就更完了 OK 咱们开炒 锅热了 咱们放油 润锅 下鸡蛋面条鱼 上面的给它涮一遍 虽然上面的不太熟 来了您呐 太棒了 哇 好香啊 出锅 怎么样看着 颜色非常棒吧 偷偷吃一口 非常完美 这些面条鱼 咱做一个酱烧面条鱼炖豆腐 辅料也很简单啊 就是葱姜蒜 一个大料瓣 两个小辣椒 锅热了倒油 咱们把辅料都下进去啊 辅料炒香之后啊 咱放一点大酱 大酱炒出香味 咱们放水 面条鱼下锅 少来一点料酒啊 来点生抽 开锅了啊 咱把豆腐也下进去 放盐 盖上盖 咱们煮个三分钟就行啊 这个鱼非常好熟 好香啊 这汤已经不多了啊 看这小面条鱼 白白的 再稍微收了汁 咱就出锅 OK关火 出锅 酱烧面条鱼炖豆腐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这鱼鱼双吃 看着不错吧 看这小面条鱼炖的 紫都炖飞了 尝一尝啊 太香了 这面条鱼特别特别嫩 然后再加上这个豆腐的香味啊 好吃 开车渤海第一鲜 绝对的啊 大家要想吃啊 抓紧去买啊 过两天可就真没有了 行吧 那咱们今天视频就这样了啊 我们准备开吃了 哈哈哈 拜拜 下次见 吃饭喽 吃饭喽 盛饭盛饭